5月13日 红星突然发文道歉否认与张丹芬离婚 被质疑是碧莹所写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红星的道歉文动篇下来 两人没离婚 只是因为所事发生摩擦 否认张丹芬出轨碧莹 我们的矛盾与他无关 以后一定努力经营婚姻 希望能够得到大众的谅解 对于红星的道歉 有人提醒他 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吗 再有下次 估计不会有人相信你了 除此之外 红星之前发的离婚动态 目前已经删除了 很显然他与张丹芬已经和好了 有网友发现 红星这次的道歉声明不是繁体字 而是简体字 网友猜测 这份声明应该是碧莹所写 张丹芬拿着红星的账号所发 此前红星就说过 有人多次删他的动态 不准他发离婚文案 上个月 红星与儿子参加活动 用的是繁体字 翻看以往的动态也是繁体 有人认为 估计是张丹芬和碧莹洗脑红星了 如果两人真离婚了 张丹芬直播带货会受到影响 原本一家人都要靠他赚钱 红星又没出去工作 不能养家 所以红星只能妥协 对此你怎么看呢